葛女士母亲住在杭州萧山进化镇山头布村 现在家里用的还是瓶装燃气 说是即将通管道燃气 眼前这台华尔顿燃气造具 就是葛女士母亲买下的 960块钱一同送来的 还有一根不锈钢波纹软管 葛女士说推销的人是7月14号中午上门的 是像我们没有年轻人嘛 就是说现在外面买不方便 像自然是那个的话 我们就买一个 这次送上门的话呢 就是买一个 葛女士说第二天销售人员送货上门 看到这套造具 他们心里没底了 看来看这个牌子的话 我们不认识 然后就这么早了 买的我们什么时候通气 我们都不知道 其实在村里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通气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想 因为我们也没开开 也不知道质量怎么回事 就是我们想退货 然后不知道 昨天我们打了电话 他们也没反应 打了十个电话 也只回了两个 在收款凭证上 盖了杭州 萧山新燃燃气设备 经营部的章 收据上写着 免费保修三年 记者和葛女士 都拨打了收据上的电话 无人接听 发短信过去 也没有回应 记者联系了 华尔顿燃气造具的 400客服热线 这家杭州 萧山新燃燃气设备 经营部登记的地址 在萧山区 迎风街道 时代财富中心 记者找到这里 上楼需要刷梯控 记者联系了 大厦的物业管家 大厦的物业管家表示 大厦是公寓楼 目前那个地址 是一家民宿 他的印象中 没有见过这样一家公司 农村的天然气管道 要变改 天然气管道都上上了 然后要很快去 要通气 然后请 乡亲们就是农村的 特别是农村的老 叔叔伯伯们 买那个正规的渠道 葛女士表示 她也把情况 反映给了12345热线 188黄敬眼 记者报道